一群神志不清 丧失理智的男男女女 疯狂地冲向附近可以看到的水源 它们十分口渴 为了喝水 甚至都溺死在了河中 然而在漂浮的尸身之下 一团团细长 如钢丝般的生物 扭动着从尸体中破体而出 游进水中 这是恐怖片 《铁线虫入侵》的一个十分经典的场面 而那控制人的虫子 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寄生虫 那么真的能控制被寄生者的意志吗 铁线虫生活在乡间水域 城市里的人很少能够见到 它们直径不到一毫米 却有着十分惊人的长度 30厘米到1米是它们的大概区间 目前人类发现的最长的铁线虫 长达2米 它们的构造遵循着极简的原则 头部只有一张用来摄取营养的嘴 和雌性不同的是 雄性尾部有个分叉 此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了 全身有一层坚硬的角质层包裹着 这种坚固外壳 就是 这种坚固外壳 好 我